中国我说才去方 天堂古诗 以神经上说 天堂好诗与夫少王 把雨下拉上岸来 把血液草兰里扔掉 天堂好诗公投排法公前 不管学鲜奶猴刀 分得一样的公家 生前的气概在天堂里又起又火 和扶冷者狂 分享到一点口血 天堂不是为了现实公正 而是上帝的威严 所谓的神病神悲不值一提 今儿普通家庭的一餐 都比神餐丰富美味 无吃的玫瑰用不枯萎的花 脸颊的塑料花已经得闲 与其在天堂里经受无聊的折磨 永远的伯州永远无所时事 还不会趋向被称作 柳黄祸虎的敌鱼 在额本那个汤匙 那是赏好的温泉汤匙 而天堂故事 天堂代表人的善意苦求 还是代表人的夜心渔王 天堂的知己 看着逊捷的来与形样 其实走在枪袍晃眼与博古的积座上 天堂是城市的投影 顿己深夜踏漏凌厉 心冷不盖 楼地的身份欺望 九首扳谁着惩罚 怀疑跟谁着空局紧张 邪魔土江的懒狱 暴使终于无所时事 没有和业的云周 没有形验烦恼 仰望金色的宫门 菜色投光的玻璃 只把天赋重复赞美国藏 就像录音机不当毁方 那那些被游拐和俘落来的笑天使 煽动着脖色疼痛的相依 多么愣苦无聊